各位,昨天是2019年11月15日,我現在做片時間是2019年11月16日,澳洲東岸時間下午5點05分 昨天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訊及公關系處發了一個公開信出來 就是中大校長段崇芝教授的公開信 他大約說過去幾天,大家在新聞上看到很多發生在中大校園的事件 各界都很關注,大學認為有需要和大家交代清楚事情的始末 11月11日,星期一,有人從大學在接連科園出入口附近的2號天橋上 再向土路港公路投資一集物,意圖堵塞道路 教學對危害人命的不負責,於強烈譴責 據我們了解,當天警方駐守天橋就是為了要防止 再向路面投資,責物以確保駕駛人士和市民的安全 讓道路可以開通,2號天橋位置雖然在中大範圍 但地契賞、指名那條橋是屬於政府用地 政府是當局有權通行的,所以這裡呈現了一件事 好了,那條2號橋並非中文大學的物業 警方是完全可以佔據整條橋 確保這條橋是可以安全,使用下面的行車是相蠢的 第二天,他就去到現場,希望協調警方和示威者達成協議 當警方表示,如果示威者不再從橋上拋鞋雜物 警方就會退出2號橋 校方將這句意見轉達給示威者 可惜不被接納 這個是段崇志自己說的 是不被接納 隨後雙方再次爆發激烈的衝突 警方最後依據大學的建議撤退離校 但可惜2號橋再度被示威者佔據 其後示威者更封鎖可以通往2號橋大學的東面出入口 我覺得段崇志要負非常重要的責任 雖然中文大學是中文大學 地方屬於中文大學 但是容許警察入內執法 是可以絕對接受的東西 這個不存在挑戰中文大學物業的擁有權 而就是因為它不肯讓警方可以進入中文大學執法 現在就變成了中文大學一個示威者的武器製造處 另外也是從中文大學裡面的化驗室 偷了很多危險物品 這些危險物品可以造成致命的武器 或者爆炸品 也是從運動場上面偷了很多 就是那些運動場用的 比如標槍之類 這些或者弓箭 這些完完全全可以使到警方受嚴重傷害 所以現在知錯未為晚也 看看他繼續怎麼做 他說過去有過千個門面人 因應網上的號碼來到中大 我們相信當中大部分並非中大學生 場面極度混亂之後 校養發生更多違法事件 包括縱火 掘起大量的專法 大學的校巴 工作車被倒容 教學樓、宿舍、餐廳被毀壞和佔據 有人在學校運輸物資入大學 以大量製造汽油彈 大學的實驗室內部也有危險品和異嫌品被偷去 這些物品可以造成爆炸的用品 對人生造成嚴重的傷害 對於大學被利用作為上述違法行為的場所 對觀眾構成嚴重的威脅 我們極度遺憾 而校園中特大規劃 在學校園說 復修須時以悅計 這個就是 有時候我講的就是 將相不才 害死士兵 現在就變成中大 是一個 示威者 這些暴徒 這些恐怖分子的兵工場 其實不止一間 其他大學都是這樣 但這就是 大學校長不能夠強硬執法 被警察進入校園 強硬執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相信這些事沒那麼嚴重 起碼有警方駐守 他們要偷取這些化學物品 會沒那麼容易 事後很容易 但其實大家想一想 知道 大學裏面有很多 非常貴重的儀器 非常有先進 和準確的儀器 這些都是價值不菲 如果被破壞的話 修復是非常困難 因為這些是非常精細的儀器 另外 化學實驗室 當然存在各種各樣的危險物品 其實大學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可以實手的 繼續讀下去 星期三 大學的主要出入口 亦給了無面的人佔據 校園內有大量的障礙物 任何車輪不得進入 包括消防和救護車 所有進出大學的人士 都要向無面示威者展示身份證 隨身物品和電話 亦遭搜查身份放行 這些嚴重傷害了大學成員出入的自由 造成恐慌 我們校園已經遭受外來人士夢面的佔領 情況完全不失控 以及不能接受 現在知道的嚴重性 我希望 所有中大人物其他持份者 體育校園的滿目蒼儀 都十分痛心和難過 強烈希望大學可以進化 回復秩序和安寧 重建美麗的校園 隔於校園內的成熟一度升溫 在估計評估風險之後 大學可以以校園內所有原生的安全為大前提 決定提前終止學期 同時盡力協助 校內的原生離開學校園 我們知道很多 尤其是從內地來香港的研究生 已經被撤退到深圳那邊 由於大學運作已經嚴重受到影響 我在這裡要求所有外力人士 立即離開中大 大學是求學問的地方 而不是解決政治紛爭 甚至製造武器使用武力的戰場 這件事我想我都說過很多次 學校是用來求學的地方 絕對不應該被政治介入校園 現在我希望 段校長終於明白這個道理了 大學最重要的都是教 學生犯錯是要佛的 但這個佛是用教作為出發點 而不是作為一個傷害他的出發點 這件事很重要 但發展到今天 我想大學除了強力執法之外 很難再恢復秩序 所以我很高興讀到下面那一段 他就說 假如大學不能夠繼續理由他基本使命和任務 即是學習的地方 我們需要尋求相關政府部門協助 以解除當前的危機 希望段校長可以當天立斷 開始被警方進入中大校園 開始清場 開始把這些武器製造工廠關閉 另外也都拘捕這些製造武器的人 希望情之與法 香港到底都是一個法治地方 應該以法律解決這個問題 因應校園目前緊張情況和安全的隱憂 我們呼籲小部份 仍然留在校園的成員盡早離開 直至校園回復安全和秩序 讓我們的同事可以展開清理和收服工作 只要大家同心協力 中大才可以走出陰霾 就是段崇智校長 2019年11月15日 終於都見到一個稍為好的消息 中大消息不是獨一的 理工大學也有同樣的消息 這裏我現在會讀的是 理工大學的校長 發表在RTHK 就是香港電台的網站 中文新聞 我亦都會把截鏈放在那個表述裡 發表在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對不起 我說錯了 應該是2019年11月15日 香港時間19點02分 就是昨日傍晚 李大校長指校外擊示威者進入校園 呼籲私生離開 所以大家同調了 亦都會把這個責任推去一些外來的示威者身上 我讀一圖給大家聽 他說 理工大學校長陳錦江連同多名副校長 向師生和校友發辯誘 指對反修例示威的混亂和暴力行為 蔓延到大學校園感到傷心和遺憾 他說 有校外的激進示威者走入校園 不止令很多校內的設施受到破壞 亦都對校內的師生造成威脅 緊急呼籲師生離開校園 並對武力行為予強烈的譴責 要求他們立即即時離開 陳錦江說 師生安全永遠是大學首要考慮 因此已決定在今個學期的課節 以網上教學取代面對面授課 校方正與教授和講師商討 確保教學可以遇上進行 他重新呼籲各界人士保持冷靜和克制 指在文明社會暴力難以解決問題 相反只會帶來更加大的傷害 所以我亦都希望李大校長 亦都可以學到中大的校長一樣 在需要時要求政府相關部門 入校內執法 將這班暴徒成之於法 至於網上教學可以補充到一部分 代替面對面的授課 但我們知道 尤其是我們這些理科生 是需要做實驗的 實驗就是要為實驗實面進行 因為很多義氣、各種的器材 各種特別的設施是需要的 這件事是沒有辦法在網上做得到的 因此不多不少都會對學習有影響 當然在現在這樣的緊張期間 將這個影響減到最少 可以維持在網上學習 這個絕對可以 其實在全世界 基本上所有大學都開始有網上的教學 或者是將那些研討會 或者是講師講課 全部放上網上 有私室可以隨時參與 這個已經是做了很多年了